关于张宋文老师的好消息这两天颇多啊 首先先说一个让我最高兴的 我抽中了8月5号的这个孤舟的提前的观影团 可以有机会在大荧幕里头先看到头两集 那虽然主演张宋文和曾顺希都因为时间问题 应该是很难赶到现场来 但是应该会有这部剧的主创啊 在这个应后会有一些交流 那之前之前这是有粉丝朋友提醒我的啊 说有一个这个官剧团 因为我还没有参加过电视剧的官剧团啊 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报了个名啊 没想到还真被抽中了 明天下午可以在这个影院的大屏幕上先看两集啊 这个嘚瑟一下 跟大家反而赛一下 那8月6号晚上啊 这个孤舟就要正式开始播放了 那这两天呢 张宋文老师从剧组请了假啊 到了四川成都去参加百花奖 昨天晚上啊 百花奖官方提前搞了一个 所有的提名演员的这个啊 联欢的活动啊 张宋文又穿上了一身帅气的西装啊 他现在有很多走路粉啊 就是因为他走路气势十足嘛 就像在狂飙里面那个强恶一样啊 看到了他很多从酒店走出来的 在现场走路的切片 还看到了一个他手里拿着水瓶子 他在现场经常会把这个现场没喝完的水 拿着瓶子拿走 所以你经常会在很多的视频里看到 他手里拿着瓶子 昨天在现场呢 他还跟这个大早高夜啊 两个人再度同框拥抱啊 让人也感觉好像梦回到这个一年多以前 这个狂飙的时候 然后在上台的时候呢 他又跟张义一起拥抱啊 这个合影 两个人关系一直其实都挺好的啊 但是是吧 大家都懂的啊 这个粉丝之间反而闹得不可开交 对这一点我一直觉得是有点 想不太通啊 我也不太愿意参与啊 本来这个事我就挺挺奇怪的啊 这个张义跟张聪文都是非常优秀的 这个中生代的演员 两个人私底下关系也特别好 对方有电影上映的时候啊 都会去包场支持 怎么就粉丝之间搞成这个样子啊 之前去年的时候 我说张义的电影三大队不错 好家伙 我差点直接就被有些人开除了这个张聪文圈啊 就说我被张义收买了 成了那边的人 哎呀我的天呐 现在想想我总觉得这种非黑即白的方式 特别像幼儿园的小朋友啊 其实你看看现场 人家俩人好得很啊 那今天晚上8月4号晚上啊 这个百花奖就要公布了 张聪文提名了最佳男配角啊 看看有没有机会获奖 那高业虽然提名了最佳女配 但是我是觉得今年的最佳女配 我觉得赵丽颖可能希望更大啊 我个人也更希望赵丽颖能获奖 虽然我也很喜欢高业 今天晚上的颁奖典礼之后啊 我们再说这个事情吧 总之啊 抽中了提前观影团 我还是挺高兴的啊 明天先去看两集孤舟再说